哈囉大家好,我是卡子蹦 今天要來介紹樂團是 一直在尋找你的名字 Red Whips Red Whips 權利於2001年 吉他手兼團長的桑元璋於16歲那年 早來同樣也是16歲的野田楊次郎一席組團 請他擔任主唱 講到桑元璋不得不提 本來就讀神奈川獻利高中的他 以靠著Red Whips 過生活的信念而中途退學 Red Whips 的團名是 Ratical 英勇的跟 Whip 膽小的兩個單字合在一起 也就是英勇的膽小鬼 野田曾說過 他們對於生命很看重 但對於永生又很反對 而這種反差的概念也成了Red Whips 的特色 而2003年發行第一張單曲 Moshimo 以100日元 也就是30元台幣左右 價格即日售完 到了2004年3月更換隊員 貝斯手 武田宥介與 鼓手三口致死的加入 促成了現在的Red Whips 而野田談到當時為什麼是他們兩個入團 他表示只是碰巧認識而已 Red Whips 正式誕生 同年7月22號 第二張單曲 奇蹟發行 奇蹟這首歌是在說世界上還有許多的人正在受苦受難 而正在享受幸福的自己 更應該感到知足 能幸福的活著 沒有比這個更美好的事了 2005年3月8號 第二張專輯 Red Whips 2 Azentocho 發行 其中叫我們特許 Nanji Dei 還有我個人喜歡的 Nanji Dei Let's talk about love about everything you need Everythi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ur love Talk about love about everything we need 同年11月23號 以單曲 Niju Gomeno Zen Shock High 於東芝EMI唱片公司出道 2006年發行首張出道專輯 Red Whips 3 無人道にもってき忘れたいじまい 其中叫有名歌曲 Seputemasa 跟在同年12月發行了第4張專輯 Red Whips 4 Oakatsu no Gohan 而這張專輯也寫進了日本Orikon 音樂工信榜排行第5名 其中收入著名的Darikoto 以及使不少人成為Red Whips歌迷的 有心論 有心論這首歌是野田和女友分手後所寫下的歌曲 其中一句歌詞是這樣的 為了不讓任何人在角落哭泣 所以你才把地球變成圓的吧 因此在見不到你的我 只好拼命尋找某個角落哭泣 輕快的節奏配上沉重的歌詞 有著Red Whips反差風格所擁有的獨特魅力 而野田也表示 到目前為止出的4張專輯都是為了同一個女人而寫的 所以在感情敘述上的歌曲特別多 後來野田也和女友複合了 有趣的是 4張專輯中的第一人稱都是用Boku來表示 也就是日文中男生的自稱 而2年後發行的第5張專輯 Aru Tokoroni no Teiri 專輯受錄的歌曲充滿著Rare Whips 豐富獨特的世界觀 例如這首 Oshakashama 從第一句歌詞 烏鴉越來越多所以要虎殺 猴子越來越多就要鏟除一下 熊貓越來越少就要增加 但是人類越來越多卻要增加 來表示出地球的生態系平衡已經被打亂了 歌名Oshakashama 就是神佛的意思 歌曲中不斷的批判神佛沒有把世界打造完美 其實是在暗諷人類沒有保護好地球 而第5張專輯還有這首一釋出就馬上躲下 Olicon排行第一名的 Oda Maid Oda Maid 就是英文的Oda Maid 客製化的意思 歌詞在敘述紅衣男孩跟上帝也就是藍衣小男孩的對話 要幫他客製化身體的一切 其中一段歌詞是這樣的 最重要的心臟 我給你左右各一個吧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右邊的心臟 因為我想跟愛的人在擁抱的時候 感覺到左右兩邊的心跳 左邊是我的 右邊是他的 讓我可以學習到一個人是殘缺的 讓我不要學會一個人就該理所當然的過 而最後一句小男孩問到 不好意思給你添這麼多麻煩 最後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在哪間鍋面 沒錯 MV裡的紅衣男孩就是野田本人 而上帝藍衣男孩則是他的女朋友 整首歌是野田對他自己的肯定 自己的外觀 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情感 就連自己出生的意義 遇見他女朋友的注定 全部都是自己掌握的 不過這也是其中一種說法 官方並沒有真正解釋這首歌的意義 相隔兩年 發行第六章專輯 絶大絶命 其中收錄曲 君と羊と顔 為MHK2011年足球節目主題曲 以及單曲一發即獲得首日Olico排行第1名的Dada 是 tl 專輯名稱 絶大絶咪 翻成中文就是走投無路的意思 可是野田邊大玩文字梗啊 絶大絶咪又可以拆開看成 いとしき 体 いとしき いのち し 日文读音 いと 棉线的意思 色 日文读音 しき 一般来说日文念色会说 いろ 但是这边用的是佛教说法 しき 而为什么要用佛教念法呢 因为 いと 跟 しき 合起来是 いとしき 意思就是日文的 亲爱的 珍贵的 所以专辑名称 ザタイザズメ 又可以理解成我亲爱的身体跟珍贵的命 跟原来走投无路是完全不相关的两种解释 Redweaves 在这边又再次展现了他们反差的魅力了 2013年发表乐团第七张专辑 Batsuto Maruto Tsumito 这张专辑为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张专辑 其中收录著名的 カイシンのイチケキ Batsuto Maruto Tsumito 以及又是大王文字梗的 Batsuto Haru Batsuto Haru 这首歌在描述的是有爱深恨的感情 而歌名Gogatsu no Hai 又可以写成ウルサイ 形容像五月的苍蝇一样烦人的事物 本来ウルサイ的写法是长这样 但是这种写法 是日本大王好夏木树子在小说中写过 后来被人们所广用 接着2014-15年 发表两首对日本三一一地震的哀悼曲 2014年的Kai Ko 15年的Ai Toa 而2015年Red Wave 发生了一件大事 担任鼓手的山口致死 因为在Live演出时 控制大鼓的右脚好几次无法动弹 之后发现这是叫做局部济张力不全症的 神经性病症 山口的复健康复与恶化的反复过程 在至今为止的巡回与录音中不断的发生 而病症在2015年夏天突然恶化 山口发出了 我无法再站上舞台了这样的声明 就算在Live上鼓声停了 我们也不会停止演奏的 希望你可以安心打鼓 大家说着这样的话让活动持续下去 事实上在过去的演出中 当大鼓的声音突然停下 团员们走向鼓台 笑着对山口说 没事的 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好几次 即使如此 山口还是感到身心已到极限而提出退团的希望 然而在团员几次讨论后 决定以无期限修养的形式 继续让他留在这个乐团里 2016年轰动全球的动画电影 《你的名字上映》 导演辛海诚在挑选音乐方面时 毫不犹豫就决定要跟Redwebs合作 《你的名字》电影配乐全部借由Redwebs负责 总共制作26首曲目 其中主题曲4首 乐器曲22首 同年11月底 乐团第八章专辑 《人间开花》发布 其中除了收入《你的名字》里的主题曲 还有其他新歌 比如这首《光》 很多人都说听Redwebs的歌 不像是在听歌 反倒像是在读一首诗 野田羊次郎不是在写词 是在写一首首的诗 可以发现Redwebs很多歌都是在词里动手脚 这个乐团没有一定的曲风 但Redwebs在这之中抓到了一个平衡点 只是属于他们的曲风能静能动 他们曾说过世界上每年有3万的自杀人口 要用自己的歌曲让大家觉得 生存下去是一件美好的事 哪怕是能减少艺人也好 也会因为那艺人而继续创作下去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有想要我介绍乐团 或建议可以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并订阅哦 我是Kazbo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Bye